你現在聽的是元網台 我是生食食出新生 和綠色心靈力量的主持周小祥 哎呀你輪轉天來 風濕骨痛好辛苦呀 奶奶我剛剛買了一個 最新科技的太空小寧精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 那就不怕風濕骨痛了 哇這麼好呀 那就多買個分享給姨婆吧 太空小寧精 可以在陸創意健康店買到 電話288248400 網址是www.healthshop.com.hk 以下節目內容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Hello 大家好 歡迎大家又再收聽《自然療法與你》 我是你們的節目主持人Anya 大家會否發覺聲音會更加清晰和漂亮呢 當然不是只有我聲音 是因為聲音系統設定又再升級了 所以這一集的質素會比先前兩集更好 上一集我們提及到 是關於你知道要成為自然療法醫生 其實要具備很多條件 但現今病這麼複雜 而且醫療手法有這麼多元化 其實是怎樣才能做到一個好的自然療法醫生呢 有沒有什麼學校可以讀的呢 其實在我們上次兩集所講的自然療法醫學院 其實在北美洲已經有大概有七間 這個是講四研製 正式即是讀完成自然療法醫生的學位 在加拿大現在有兩間 一間在多倫多 Canadian College of Naturopathic Medicine 第二間在Vancouver Bushar Institute of Naturopathic Medicine 因為很多時候病人都會問我 我有興趣 我將我的小朋友進修讀醫療 有什麼學校呢 我覺得正規的學校 只是北美洲這七間 在西雅圖一間叫Bastir University 在Oregon,Portland 有一間National College of Naturopathic Medicine 芝加哥有一間是National University of Health Science 芝加哥那間也是一位脊骨神經科學醫學院 歷史很長的 Kinnetticut就是University of Bridgeport 以及Scottsdale, Arizona 有一間叫Southwest College of Naturopathic Medicine 如果大家真的有興趣 成為自然療法醫生 我建議大家可以考慮去美國和加拿大 這七間政府已經承認 是一個四年制的自然療法醫學院 醫生,我想多問一些 如果是講這些醫學院 其實他們的課程和西醫有沒有什麼分別呢? 在自然療法醫學院的課程 和西醫基本上很多方面都很相似 譬如我們四年裏面 第一年都要學基本的醫學 譬如解剖、心理學、Physiology 或者診斷、實驗室的診斷、儀器的診斷 很多基本的醫學院 和西醫學院的課程 最初兩年是很相似的 但到臨床方面 我用的工具很明顯不同了 西醫學院會用開刀、手術、西藥物 自然療法醫學院會用草藥、營養療法 所謂的藥物就是天然藥物 工具方面 譬如用疾骨的調理、物理方面 水療、碗瘡水療、電療等 即是在治療基本的醫學的常識 是大家一樣的 但到治療的手法就很不同了 當然要報讀自然療法醫學院 這個四年的課程 通常在北美洲 要求你首先有一個大學的學位 即是讀了undergrad 這是最初叫做graduate school 即是大學以後的graduate program 跟英國制度不同 英國制度讀醫學院 通常你中學畢業就可以讀 香港也是這樣 英國也是這樣 但在北美洲讀醫學院 通常你首先要讀基本的大學課程 起碼有一個學士學位 才可以報讀自然療法醫學院 另外其實他們的法律地位是怎樣的呢 很多人都知道 香港現在的治療法 是沒有政府沒有承認的 即是沒有所謂的 在香港的治療法醫學院 包括中醫、牙醫、秀醫 他們有認可法律地位 即是他們有所謂的監管 即是監管 他們都是有政府承認的規管 即是你要拿 license 你不是就這樣說 我是這樣你可以做的 只是香港 香港是沒有的 你隨時說自己的自然療法醫生 但是法律上沒有觸犯任何法律 但是很多其他國家是不行的 好像在製政所說 就是加拿大 那在美國 美國有這麼多省 都不是所有省 都有這些規管 即是有這些管制 很多省都沒有法律管制 但都未必一定犯法 你做不一定犯法 例如有法律應海地位的州 例如阿拉斯加、阿里桑那、 Colorado、Kernetica、Florida、Georgia、 Louisiana、Massachusetts、Nevada、 紐約、Nord Carolina、Ohio、Oaklahoma、 Oregon、South Dakota、Texas、Washington 這些州 目前就已經有合法的 政府有管制的地位 其實現在慢慢地 大部分的那些 美國的州、省 都很多醫生 就開始要求 政府給他們一個 合法的管制 有所謂的管制的地位 所以這些州 只會越來越多 袁醫生 我想問一下 因為現在都越來越聽到 很多人開始探討 自然療法 這麼專門的醫療方法 其實為什麼它會有 復興的原因 以及現在復興的程度 去到哪裏呢 在加拿大 叫做Fraser Institute 最近完成了一個 醫療應用的趨勢 包括1997年到2006年 關於一個 它叫做 Complementary and Alternative Medicine 這個Trend 根據這個研究 在加拿大 那些人用在 所謂自然醫療方面的 醫生服務 在那個費用方面 由1997年的 28億元 增加到2006年的 是56億元 那也都發現 有些毛病 比如焦慮問題 或者敏感 加拿大人 通常會去看自然醫療 是多於看普通西醫 那譬如17%的人 有這類的病 比如焦慮病 情緒問題 或者敏感的問題 是17% 先會看自然醫療 或者有32% 就兩方面都看的 就是看普通西醫 和自然醫療 也都發現 81%的人 就會用自然醫療 做一種保健 提升健康 那樣的 那你也看到 很明顯 很多人 加拿大人 起碼對這方面的 關注 和認識 是越來越高的 那這個就是 加拿大 Phraser Institute 最近的報告 好了 那看看全世界的 情況如何 因為很多人都 常常以為 好像香港的情況 因為地球上 大部分人都會看西醫 就是看我們所認識的 對抗性醫療 原來完全不是 在地球上 大概百分之十到三十的人 就會用我們所謂的西醫 就是流行醫療 俗稱叫西醫 其實自然醫療都是西醫 不是我們所認識的 所謂的對抗性醫療 而百分之七十到九十的人 在地球上 全球的人 是在看著 所謂的傳統的 自然醫療 或者領類醫療 所以跟我們一般人 想法不同 大部分人都是在看 自然醫療 傳統醫療 就是土方醫療 很少人 只是百分之十到三十 是看著 所謂的對抗性的西醫 好了 在美國 2000年的時候 美國政府 就給了一筆錢 當時也不是太多 就是大概六千八百萬美元 開始 就給了NIH 即國家健康協會 National Institute of Health 給了一個六千八百萬美元 就給他開始研究 當然這個數目 當時也不是多很少 但是以後 就開始越來越多 就算美國醫學會 都通過了一個 一個 一個 五一四 就是他都 認為 鼓勵 美國那些 醫生 多一點去 了解 學習 和參與 自然醫療 和領類醫療 那方面的研究 你看看 不單止政府 以及 醫學會 美國醫學會 都希望 他們會員 多了解 學習 多了解 這方面的治療 醫療 方便 好了 這方面的藥 是花費了大概十三億元 那這個呢 就是幾多呢 大概是美國人用在 就是那些 安眠藥那方面 大概十倍以上 就是用在 用草藥那方面 好了 那一九九一年 美國人呢 是光顧 光顧所謂 非流行醫療 即是非一般認識的 西醫的醫療 去服務呢 他們果然是光顧了 四億二千五百萬次 那這個是多少呢 那原來 竟然是多過美國人 去看普通科的西醫 我叫做 first contact physician 即是美國人看醫生 通常就要看普通科 家庭科 或者內科 叫做first contact 那你再看專科 要他們介紹 那即是可以看 在1991年 美國人是看 另類醫療 自然醫療 傳統醫療 是四億二千五百萬次 而美國人 當然呢 去看那些所謂 一般的普通科的西醫 只是三億八千八百萬次 即是那次數 應該是多過一般的西醫 那好了 那在同年呢 他發現呢 每三個美國人 有一個美國人 都用這些自然醫療的工具 那在那十二個月裡面 他用多少錢呢 他用的錢呢 大概是 一百三十七億 即是十三點七的Billion USDollar 用在自然醫療的方面 那而大部分的錢呢 都是自己銀河包的 即是現售公司 多數都沒有 沒有Cover 政府都沒有這些 即是沒有保健 包含自然醫療的 那所以呢 這筆錢呢 即是十三點七的Billion USDollar 一百三十七億 百分之七十五 美國人自己銀河包去付錢的 那在Fortune 500 那五百頭的公司裡面 TopTop Company裡面 那他們都已經有百分之十二 這些公司都包括呢 即是那個保險裡面呢 他員工的保險呢 都包括呢 是另類醫療方面的 而這個到1996年呢 這個數字呢 已經升升到百分之十八 即是美國的五十五百大公司 百分之十八呢 都有就是員工的醫療服務呢 都包括他們可以給他們 是採取自然醫療的 那都很多數據可以提供到 那袁醫生 我想問一下 其實世界上 即是有些比較文明一點的國家 也都有一些比較落後一點的國家 其實他們怎樣看 不同的國家怎樣看 自然療法這個 就是醫療的方法呢 我剛剛所說呢 其實全世界呢 可能百分之九十的人呢 都會看回一些自然醫療的多些 或者傳統醫療 或者民間醫療 那當然呢 原因是很簡單的 因為西醫的那個醫藥費呢 那個醫藥費很貴的 即很多的第三世界國家 甚至第二世界國家呢 很多時候呢 他們根本無法服務 即他們國家根本不能夠負擔 這些那麼旺貴的醫療 那你看一下 譬如 比较我們所謂的非洲國家 尤其他國家呢 Youganda 那個Tensernia 他差不多 至少百分之六十的人 都是看傳統醫療的 Evhupia 差不多成百分之九十 印度呢百分之六十五七十呢 都是看傳統醫療 Nuranda這些 好了 這些我們叫做第三世界國家 比較落後的國家 那因為經濟因素 好了 那來看一下其它國家 所謂叫西方文明國呢 其實他們最近來呢 人口的比例上去看自然医疗或者另类医疗的数字都很高 例如法国来说,法国75%的人口都看另类医疗 因为在法国的同学疗法都很普遍,很多医生都用,包括西藏的,都用很多同学疗法的方法 美国最近的数据60%的美国人都看自然医疗 加拿大50%,澳洲48%,Belgian40% 之后,不是一般香港人所知道的 其实很多西方文明国,差不多一半以上的人都在看自然医疗 你看这个趋势是很明显的 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人们会转态呢? 有西医,政府又给了钱,公司又保健又盖了 为什么那些人会转态呢? 来看另外的医疗方法呢? 很明显,现在的疾病的质素是不同了 以前的病,很多是那些所谓的传染病 传染病呢?当然,抗生素或特效药很有效 但是现在的疾病呢?很多时候是慢性病为主 慢性病呢?其实现在的西医根本上是没有办法医疗 好了,那我们看看现在的健康状态去到哪里呢? 好像在澳洲有一个研究 他发现将来的趋势呢? 他那时是1994年说的 他说现在这个趋势,如果7年再持续下去 那情况会变成怎样呢? 他说,35%的人,如果50岁之前死的人 是会死在癌症 比如50岁以下的人,如果病死 多数是3%死在癌症 30%死在心脏病 15%是会糖尿病,或者复加系统的后卫症 导致肺炎等等 10%是死于器官的衰退 或者破坏而死的 如果根据我们现在的所谓预期寿命 我经常说,现在的人越来越长寿 根据这个研究,发现很快 预期寿命会一路一路减 那么他的预测 他说,到那时候 能够活过60岁的人 可能会少过15% 那么一半人 一半人的人后是长期患有 所谓的慢性病 以及不会好的病 那么一半人 一半就是30岁以上的人 有一半是会受这些疾病 是纤扰的 那么这个是澳洲最近的研究 就是慢性病的趋势 是越来越多的 那么我上次也提过 那么慢性病根本是西医 是没得医药的 那么药的苦作也很严重 好了,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我们经常说大效药 大效药 我们好在有大效药 所以这些病 以前的传染病 西区感染病 全部受了控制 多谢这些大效药 那么知道了,今次的病 我们所谓的大效药 抗生素 其实越来越不滞 很多新的菌种 这些病 根本是大效药 根本是无效 好,加上现在所谓的病毒性的 非典型肺炎 SARS 这些病 根本是一种病毒性的病 西医根本是没有达医药的 所以为什么我们这么可怕呢 遇到这些上呼吸系统的非典型肺炎 在西医里面这么疼 就是这么害怕 根本是没有达医药 所以遇到这些情况之后 就用了那些很重的其他药 但那药对病人这个问题 就是没什么效果 所以很多时候 香港当时的 SARS死的人数 是全世界最高 因为香港用的医疗的手法 是用一些很慢的西医药 类固醇 黎巴韦临 抗生素 这些是导致病人死的原因 就不是死在那些病 好了,那你看回日本 我刚才说 现在这些慢性病 即是束手无策 其实不是欧洲国家 那最近日本 在2004年 我在亚洲周行 无论之间 8月份 8月1日 就看一篇文章 在那一期那里 原来是说 日本最新的白皮书 就是那个厚生散 厚生散就是所谓我们的卫生署 那他说 在日本 那个医疗费用 是最近不断上升的 那已经超过了31兆亿日元 那这是一个很强大的数字 因为一兆亿呢 就单一百万的一百万 那你看到是一个很强大的数字 那仍然呢 能够医治的病呢 都跟以前为止一样呢 即是五分之一的病 是能够医治的 其他五分之四 即是八分之八十的病 是根本都医治不到的 那就是呢 看到那个 这个问题性呢 就不是只是 不是只是香港啊 澳洲国家 很多政府应该 很多这方面的报告 是指寻出来的 好了 世卫呢? 世卫又怎样看? 那就是那个问题就是看到了 可以这样说呢 慢性病的那些问题呢 是怎样形成的呢? 即是不是细菌 不是病毒之类的 其实我们说呢 现在万民人的病 大部分呢 是百分之六十呢 是我们自己的生活习惯做出来的 即是你长不长受呢 将来的关键性呢 就是视乎你的生活习惯 你的饮食习惯 即是你自己的行为 导致你自己的健康状态 只有百分之十五呢 跟那个遗传有关的 而只有百分之二十五呢 跟我们社会的环境呢 和医疗服务 那就是你看到呢 医疗服务社会环境呢 是只是佔我们的影响呢 只是佔四分之一而已 那如果我们整个现在的医疗的趋势呢 都是想着呢 改善医疗服务啊 扔多些钱下去啊 那其实呢 最终你要看到呢 世卫都认为呢 他改的是改不了很多的 因为大部分的问题呢 都是自己的 每个个人呢 是自己的生活习惯 习惯是导致的 那所以可以看到呢 那个 就是可以解释 为何现在医疗呢 就是用多多钱都不够了 那为什么呢 那现在呢 其实越来越多人 开始回到传统医疗 这个医疗方法呢 医生呢 其中一个原因呢 我刚才说呢 另一个原因呢 就是他们 所谓西医的出现的问题 他们很关心 什么问题呢 最近有一本书呢 这本书呢 叫做《Death by Modern Medicine》 那作者是一位西医来的 那又刚刚呢 这位作者是我同学来的 我以前在加拿大 在百年年代早期呢 那我就 他和我一起读 读《同理念法》的 那原来他最近呢 他有一次在电台上呢 就是说那些 关于健康方面的那些 那些资料 那他就开始批评那些白糖的问题 OK 他是公开讨论那些白糖的 因为现在有很多文明人病 那些病的真正原因呢 跟我们那些浸食的糖有关的 那结果呢 糖厂的势力呢 就去批评 在那个医学会那里呢 就是投诉他 那结果呢 他医学会呢 就跟他打官司 就是说他不应该干什么 那结果呢 搞到后来呢 竟然想脱掉他的医生牌 因为他只不过 他只不过在电台上呢 在电视上呢 是讨论有些节目呢 是讲那个 就是那个食物方面 糖的问题了 那你看到呢 就是现在我们 就是控制我们呢 很多时候药厂的势力 食物公司的势力很厉害 那结果呢 就被加拿大医学院 除了他牌的 那当然呢 他一直之下呢 就慢慢地呢 就将这些医学的问题呢 就很有系统地呢 就来揭露出来的 那在那本书里面呢 其中有个资料呢 是根据美国医学文献 那些那些那些数据 就是他不是就这样推测 那只是实实在在 加上那些数据 就是这本这个医学文献 这个study呢 讲讲讲讲 譬如那些人是死在那个 每年死在那个 入医院里面的感染 有多少人死 那有10万人呢 是死在医院里面呢 吃那些西药的副作用 有多少人死 那有些人呢 就是因为可能 啊 创的医疗有多少人死 那有些人不是创的 在医院里面住呢 因为营养不良 导致他死亡 好了 那他竟然呢 发现了一个一个数据呢 这个数据是 跟我们以前想都没想过的 原来今时今日 在美国人呢 导致美国人的死亡原因呢 是最主要 你知道是哪一个 真是要请教下医生了 是就是西医所做的事 就现时的美国的医疗 的系统呢 是成为美国第一大杀手 那你说哇 死多少人呢 每年呢 差不多是每年死在 783,936人 是死在西医的手上的 很震惊啊 你猜 这个真的是 是啊 那你说其他病 譬如心臟病 中风呢 心臟病中风加上 美国大概有 699,677人 是死在心臟病中风加上 那死在癌症呢 每年在美国死在癌症呢 是553,251人 那但是呢 第一个杀手呢 不是癌症 不是心臟病 不是中风 是现时的 原代医疗 是个 number one killer 那如果大家真的有兴趣呢 你可以看这本书呢 就是看英文原著啦 Death by modern medicine 那也都其他的书类 譬如 医生不会告诉你的啦 What doctors don't tell you 那这方面的书呢 很多 我觉得有些都已经翻译了 那譬如 另一本呢 就是那个secrets of the drug industry 药物工业的秘密 那另一本书呢 就是医疗黑手党 The Medical Mafia 那其实这方面的书呢 其实英文书很多很多 我手上呢 起码有成几十本这类的资料的 那中文书呢 我最近呢 都发现了 台湾很多这方面的翻译书呢 都差不多有成十本的 就是揭露现时的医疗的 那个问题 那个真相 那我们其实怎样可以 做到一些预防的方法呢 如果既然有这样的情况出现 那就是所以 自然医疗很强调啦 就是预防性于治疗啦 那所以呢 其中一些人呢 就是真的知道呢 很多这些这样的病呢 就是预防到才有效的 真的有事起来呢 譬如你真的发现有癌症呢 可以这么说呢 那么多三十年来呢 癌症的死亡率呢 是未改善过的 大部分的主要癌症 是未改善过的 那当然呢 最重要的是 有些什么预防的方法呢 那在自然医疗呢 就是很强调啦 大家直觉上都知道啦 自然医疗呢 很讲求养生啊 这方面的 那所以呢 这个也都导致那些人呢 就慢慢的 是趋向自然医疗的 那自然医疗 很多时候 我们说呢 有病就医病咯 无病呢 就防病咯 还有增进健康咯 那好了 那我们有时问 那什么叫做预防医疗呢 那什么叫原来 就是可以 就是减低那个疾病呢 那传统的智慧呢 就想着呢 就成年人呢 就定期去检查身体啦 那如果小孩呢 就打针啦 打成二十几三十几支针 有什么病呢 就用预防呢 就是打针 打针 所谓的预防针 其实呢 问题呢 真真正正的体度 我们打了针 打了这么久呢 小孩这些这样的 所谓的那些病呢 是没有减减的 反而呢 越来越多 那近年来呢 就出了一种 叫做自闭症 那个 那奥迪斯人 那奥迪斯人呢 是搞到用这些这样的打针呢 是令到那些小孩出现自闭症的 那当然 坊间呢 有时都听到呢 哎呀不是呀 有个研究发现呢 不是的 真正不是的 如果大家真的有有有 有兴趣去了解 背后的真相呢 其实已经很多资料 已经证实了的了 那但当初呢 大众传媒呢 就会已经呢 帮那些浴厂 来抵烂这个事实的 嗯 那有人会问呢 那到底 然后 打针是没有效的 那检查身体有没有帮助呢 对不对 有些人说 我定期去去每当时 便宜了 对 сказать 那原来呢 在美国呢 有一家印刷公司呢 是美国最大的印刷公司呢 是帕重 比安全 英文 kommun走 存在 原来他做过一 enjoyment 25年的研究 他将几万位 给護马主任的顾客呢 就有几万方 就叫他满年定期去检查身体 结果呢 保险公司呢 就饿了าน钱 总之你去做就可以了 另外一组几万的顾客 有时去看医生 有时付钱你去医 保护公司已盖上了 好了 他们比较这两组人 25年的结果 发现每年检查身体 和有病才去看医生 两组人的患病率和死亡率 是没有分别的 真奇怪 是没有分别的 就是他中招患病和死亡数字的比例 你猜一下原生病 你试一下 为什么会这样 这是实际的数字 那你怎么解释这个数字呢 真的不清楚 因为应该有很大分别 我预期应该 预期就是想着 定期检查身体 患病率会少 死亡率会少 但结果完全没有分别 那我们解释 如何解释这个现象 这个事实的现象 那这个现象 为什么会这样 原因就是这样 第一 我们现在所用的 所谓检查的工具 其实它就叫做 它就不是真正预防的 知道吗 你到时也要照一下肺 照一下预防 做X光照一下它 或者做一下子宫抹颈检查 其实这些不会 因为做这件事 而令你患病的风险减了 明白 对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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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它所谓预防 其实呢 其实呢 其实是光根及早发现 就是做这件事 其实最终就是说 我可以早点发现 那原因就是 为何早点发现有什么好处呢 早点发现了之后呢 你可以及早治疗 那就可以令到你这个病的 就是容易医疗 症症 例如早期发现的 那个治愈率 会比美其发现 就是它的逻辑就是这样的 但是我们看到呢 我说最终的死亡率 是没有分别的 那就是很明显 第一 这个不是真正预防 第二呢 当你发现的时候呢 其实呢 你都不懂得医的 我发现 是啊 我当你及早发现 你的预防有个肿块 那或者是什么 那你去割了它 或者去用某种方法医 那但是最终最终 那个医疗的效果 也是无效的 嗯 就是虽然呢 你可能早点割了 那么它可能呢 捱过五年 那个数据呢 多了 但是最终最终 可能第七年 第八年 第十年之后呢 它仍然会癌症会复发 而最后最终都是死亡的 那么最终死亡 那个数据是没有改过的 只不过 你早点发现 早点治疗 那你就捱多些 捱多几年 那你就过了五年 那个框框 因为五年之后呢 就说叫好了 你大六年死了 都说你好了 但是那个数据是这样的 它不会看你一世 一世 那如果一世 这个数据很难做的 通常它五年就一个 做一个标准的 那就是说呢 这些这样的 每年检查身体呢 第一 找到 都不是那么早 都是太迟的 很多时候 第一次找到 已经说第四期 还有呢 找到呢 你都不懂得医 对吧 所以你看到 这些现时 一般人想的 所谓预防 防止病毒 是没有效的 那么当然 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我们知道 绿色运动 令到我们的人 对环境方面 很关注环境 其实开始 大家都看到 我们外面的环境 的污染 还有我们将很多的化学药 是服食到身体那里 用很多的化学药 你看到那些药 经常有个骷髅头 在标签那里 就是毒药 来的嘛 那其实我们不断的 用这些化学药 是毒害我们身体的内部 的环境的 那加上绿色的运动 这些开始 关注所谓有机的食物 我们那个生态的环境 那从而出现 我叫做Green Pharmacy Green Pharmacy 就是传统 我们利用那些 绿色的医疗方面 嗯 那医生 其实 互联网现在这么发达 其实帮不帮到 自然疗发复兴呢 非常之重要的 因为 有本书叫 Freakonomics 这本书大家都知道 《苹果魔鬼的经济》 其实里面有个很好的概念 它们提及 叫 《资讯不对称》 我们过去很多人 因为你没有这个资讯 别人有你就没有 但互联网这个平台 我们叫做 Equalizer 就是全部 这方面的专家 不专家 全部都已经 帮你取消了 嗯 好 很精彩 这一部分 好 多谢袁医生 我们休息一会儿 再来和大家 分享多些自然疗发的 厂情 六创意健康店 是一间最多元化选择的健康店 提供二千多种不同种类的健康食品和饮品 环保家居及个人用品健康产品 营养补充剂 一系列健康舒适等等 六创意健康店 电话 28824848 网均 3w.h-e-a-l-t-h-s-h-o-p.com.h-k 欢迎大家又回来自然疗发与你 我是Anna 多谢袁医生 再和我们分享多些关于自然疗发的方法 袁医生刚才提及到 互联网其实都帮助到 譬如想找些什么药可以上网找到 但刚才也得到很多资料 大家都知道西医可以说是第一杀手 其实意想不到 其实香港来说 尤其唯一一种医生就像西医 但其实听回他的副作用力很大 而且其实不是那么多病 他真的可以医治 但为什么西医还可以说 江湖地位那么高 以及垄断了势力那么厉害 他们有什么方法可以做到这件事 大家可以看到 方家常常有这种争论 西医生以为他们才叫医生 医生是他们的专称 而其他医疗是不行的 脊骨神经科不能叫医生 自然疗发不能叫医生 其实外面很多的机构都是这样想的 但香港人不知道 其实已经有个官司在法庭上决定了 其实西医的称号不是他们的专称 其实医生有很多方法 比如我们脊骨神经科医生自然疗发医生 中医应该是中医生 但是因为这样的势力 令到人们以为是不可以的 我们曾经打过官司 在医院那里打赢了 我们自然疗发医生是医生 不只是西医才是医生 你说这么差的医疗 疗效这么弱 日本的白皮书说 5分之1病医 5分之4根本都医不了 还有美国的研究发现 原来他是第一大杀手 78万9千多人死在西医 但一般人就想医生 医疗只是他的 香港医疗制度 除了西医之外 其实中医根本是很少很少的 可以说他是垄断了整个医疗市场 你会问 为什么他用什么 这种现象 如何达到 可以成为一个主流医疗 其实很简单 他用几个手法 第一个手法 他永远就说要保护大众利益 要保障一般的消费者的利益 于是他用这个大前提之下 他就成立了很多医学的条例 其中一个就叫做不良医学条例 不良医学广告条例 Undesirable Medical Advertisement Ordinance 不良医药广告条例 Anya 你说了 是什么来的 我只用字眼上去看 是 不良医药广告条例 你估计这个法律 内容应该说什么 你想想 针对一些他们认为不是西弱的东西 不良医药广告条例 嗯 你估计这个法律应该是在做什么 不良医药广告 就是对一些幼物的宣传 或者广告上会有一些法律上的限制 很明显 你只看条例的名字 一般人会想到 你不可以做一些广告 那是假的 就是做一些卖假药做广告 你不可以宣称有些医疗的工具 医疗的药物是可以医到某种病 因为它是没有科学根据 一般都会想的 你未经科学证实的 未有真正的资料证实 这件事是有效的 当然你不可以买一些所谓假广告 一般人一看条例 一看条例就说 当然了 当然不应该 你卖假 那些没有科学根据的物质 的广告 就误导别人 好了 你看回内容 内容其实不是这么说的 总之说 一大串的东西 你不能够声称 你的某种医疗服务 或者某种的工具 药物是可以处理舒缓 一大串的那些 所谓的身体健康的问题 那差不多 医学书上的那些 95%的病 你都不可以说 可以有东西可以医护它 或者有服务可以医护它 就是这么多 That's it 它不是说 如果你没有证实是有效的 你不可以说 总之你是不准说 包括你证实是可以 都不准说 这个条例的内容是这样的 和原意是完全不同了 原意就是说 如果你有些东西是没有证实的 那你做些假的广告 现在不是的 你证实的东西 你说的东西是有科学根据的 就是你不是做假广告 你都不准说的 都不可以做广告 其实这个这样的条例 其实达到它是什么目的呢 是令到那些人没有办法 是有机会认识到有效的医疗方法 对不对 因为广告说 就算是有效的 科学证实的方法 你都不可以卖广告 好了 那么西医要不要卖广告 西医不用自己卖广告 因为整个社会的风气 然后政府都大量推药他们 有什么病都是用它的方法 沙士病只能去医 需要医死人最多 你不想用中药 什么都不准 那在西医的 根本就不需要卖广告 因为它差不多是江湖地位 是深入民生的 一般人都以为它是唯一的医疗方法 而其他的医疗呢 因为这种所谓不良医疗广告条例 是令到其他的医疗呢 就算是科学证实有效 你都不可以做任何的宣传的 所以这个是一种封闭医疗自由选择的条例 这个不是叫不良医疗广告条例 这个条例是封闭医疗资讯的条例 最终达到的目的就是这个 这个当然它说保护消费者 不要被人受的假广告是误度 但这个条例就说真的广告都不准做 第一个是药物和毒物的条例 你知不知道 香港的药物和毒物的条例 是如何来定义什么叫药物 什么叫做药物 会不会都是需要一些科学根据 有些数据证明它真的对某一种病徵 可能有一个抑压的程度或作用 才可以当作药物呢 药物的定义基本上有三个层面 任何物质可以进口 如果能够医病 处理疾病那些 药物就叫做药 pharmaceutical product 或者任何能进口的东西 能够更改你的身体系统功能 physiological effect 那就叫做药 这个就是它的药的定义 好了 如果你喝一杯水 你口渴喝一杯水 你口渴喝一杯水 会不会跟过你的身体系统功能呢 physiological effect 会 会的 那就是说你吃橙 比你吃柠檬 那柠檬是可以预防什么病 和医治什么病 可以叫做坏血病 scurvy 那这个是事实 好了 而根据我们这个条例的定义 檸檬是药 你喝的水是药 你吃的食物也是药 因为这些食物啊水啊 都是能够更改你的身体系统功能的嘛 嗯 好了 那你可以看到呢 它现在呢 基本上呢 将所有的进口的东西呢 都定义为呢 是西弱 可以灌制的 那你说 哇 那没有可能啦 我们不觉得买一瓶水 又没有说 我没有说要一个D number在下面 是没有的 那我们明知道呢 这个这个条例呢 是简直荒谋的条例来的 那它怎么过关呢 哦不是 就是如果你那样东西呢 是用丸状的 有粒粒丸状的 和有一个份量的 就是服用份量呢 那我才叫做药 这样 哦这样啊 是缩宅到这样 它不是缩宅到这样 它不是缩宅到 它硬硬呢 就来到 就是来到 用另外一个方法呢 就将你食物 和那个 其实譬如维他命 那样 那如果维他命呢 你放进食物的那些粉那里 比如你加些维他命D 比如牛奶里面有维他命D 加下去的 那如果这样 那这个牛奶有维他命D 维他命D 可以更改身体系统功能的 那这个奶便是弱咯 那它说 哦不是 因为它不是软状的嘛 它不是有粒状的嘛 那这样 那这样你看到呢 是很荒谬 就是很强眼来的 是 它喜欢说你是弱就弱 不喜欢说你是弱 那如果 难道可乐鹰 那粉状是不是呢 是不是软状是不是呢 是不是软状是不是呢 是不是粉状就不是 根本这个条例的最终的目的是 怎样呢 就是控制了所有的 那些药物 就是那些自然的医疗的工具 是不是 那因为你说 这个是有有有有有 有致病的能力吗 那这个就是药了 那你有没有注册了 没有注册 那快点来注册 那你知道了 就是所有东西都需要注册 那注册当然了 它有权利呢 批准或者是不批准的 那很多人 我们都知道呢 譬如有些公司有个 有个产品是糖 但是有多种维他命的 那它要你提供很多资料 到底这个成份是多少啊 那有没有副作用啊 那维他命没有事的 A没有事的 B没有事的 C没有事的 那A加B加C有没有事 那要做 那结果很多公司都放弃了 就是不会做这件事的 虽然它注册费可能是2000元 那但是你其他的 就是那些实验室的 那些证明文件 它用到很多钱的 那你可以看到呢 它就用这种这样的 药物毒药的管理的条例呢 是将你的所有的 天然的工具呢 都归纳为这个 这样的 就是那个类别 那给你一种感觉呢 哇 维他命都不是很安全的 要不然它不会当药物了 那比意识上 是侵害我们的 虽然从来没有人写起维他命的 大把人写起细弱 对不对 但是它将它们混在一起 那这个就是香港现时的 那个法例是这样的 那所以有时想想 以前那些立法会的那些语言 都不知道在做什么 就是这么离谱的法例 都成立得到的 好了 那最近就说 那个食物的标签法 对不对 那其中一个食物标签法 就是说你食物里面 有五种东西 比如好像有没有 有多少脂肪含量 那个蛋白质多少 电粉质多少 就是你要说明这些东西 那你才可以 就是你的食物 所有叫package food 就是预先包装的食物都要这样 我心想 是不是因为没有这样的资料 是过去导致有些人受害了呢 有没有任何的资料 就是因为那些人吃的食物 没有这个类型而出现问题呢 是简直从来都没有的 对不对 你吃的东西里面有多少蛋白质 有多少碳水花 好视乎你那个batch 是不是 天然的产品 怎么可以这样做呢 天然的产品 那个份量可能都会 不断的 有少少会改变 对不对 反而那些 那些垃圾 那些人工植物 就很稳定了 成分很稳定了 那之后 你提到 这些food labeling 第一是多余的 是不是 硬是令到你 以为它做一些 保护消费者的 它只是令到食物 有机食物就越来越少 因为有机食物 这些labeling law 是更加难做的 令到很多packaged food 即所谓的 鱼鲜包装 那些junk food 这样就容易了 因为junk food 它是很稳定的 大财团做的 所以我们看到 这些food labeling law 最终目的是 令到人 在食物选择方面 越来越少 小食物公司 就很快被人淘汰 有机食物 就越来越难生存 结果大财团的junk food 就会得势 所以这个food labeling law 表面就以为是 保护消费者 其实最终最终 效果就是 将消费者的好的食物 慢慢在市场里面消失了 好了 这个香港已经出现了 最近已经实行了 通过这个条例 是有很短的时间 立法国的议员 根本都不知道 发生什么事 短短一段时间 就快通过了 结果的效果 根本就懂得 相反的 我们的食物的来源 是越来越多的问题 好了 剩下一个条例 就说 食物的health claim law 就是营养产品 你宣称它可以帮到 什么什么 这个都不准你讲的 是 如果你有些 维他命C 可以预防伤风 或者治疗伤风 这个就是犯法的 你是不能说任何 你那个营养产品 那个补充剂 对你健康有任何的影响 是不准说的 那大家知道 食物是最好的药物 维他命A 维他命B维他命C 能够预防那些病 治疗病 已经是科学的事实 那他就完全不准你讲的 那变成一个消费者 除非你过的消费者 都懂得去上网 去看资料 那大部分的这些 基本上识 就得不到 基本的资料得不到 最终最终 是令到你的健康产品 营养補充剂 的销路是大大受压 这个表面又是说 保护消费者 其实最终最终 是令到消费者 得不到适当的资讯 能够自由选择 他需要的营养产品 好了 那前几年 香港又走这条路 就是将医疗 医疗仪器的监管 Registration Medical Devices Registration Ordinance 就是说 所有的医疗仪器 我们都要注册 是 那出现的时候 就是因为采光 那个Laser 开始 很多的美容院 很多的美容师 就用这些医疗仪器 他们又不准备 很多时候会弄伤人 那用这个借口 就开始说 要管制所有医疗仪器 那医疗仪器 那医疗仪器的含义 很广泛 任何的东西 就是和你的健康医疗有关 都可以当作医疗仪器 譬如Tun Depressor 是吧 那这个针利的这些 这样的薛条棍 其实都是医疗仪器 那当然 它有分开四个阶段 那有些就不用注册了 那有些就 就是你要注册 但是又不是说 要有什么很大的规例 那有些什么 拿些特别的数据 就不用了 那但是结果 最后呢 你会看到 它会认很多这些框框 那目的呢 是令很多这些 新进的医疗仪器 即西以外的医疗仪器 它就不会被你过得关 出到市场 那很简单的 它说 这个是什么来的 这个有医疗效果的 是吗 那你证实给我看 那你做这些这样的研究 那你就知道 做这些研究 是说的是 几百万几千万的事 嗯 投资很大 那这些这样的手法呢 很明显呢 其实有一个手法呢 是来到控制我们消费者 能够 就是得到这些 就是自己保健的医疗仪器 那渠道 就会大大减低的 那当时呢 我也都参与过 在立法会上呢 我们是大量是反对的 嗯 我的论调很简单的 第一 有没有办法证实呢 美容师用的彩光 那个激光呢 是出现的问题呢 是多于一个西医做呢 很多人都去看西医 用这些彩光都双了 都烧了 我也知道很多例子 通常停外地来解决 赔多钱就算了 那就是说 医疗仪器呢 不论你不是说 因为你的西医 你要用呢 就这些问题会减少 一样会出现问题 因为有些人的皮肤 是特别敏感的 就算你是哪个人去用呢 医学教授用呢 都一样会出现问题 那所以呢 这些所谓的那些法例 是多余的 最终目的呢 是游给西医呢 是有个所谓的 霸权 令到他呢 什么都要他管 包括很多工具呢 跟他无关 又不是西医的工具呢 他都要管理咯 所以我经常都说呢 我们要想尽办法呢 千万呢 就不要被这些 这些无谓的法律呢 是出现了在香港 那暂时在英伦法律那位 那位作家呢 好像Mr. Blackstone 在17世纪 他写law of England 这个作者呢 曾经说过一句 他说呢 法律越多 公正越少 the more law the less justice 那很希望呢 香港人呢 要知道呢 立法会那些 立法国的议员呢 希望呢 不要呢 以为他工作就要立法 不断地立了很多余的法例呢 令到香港的公正呢 是越来越少的 嗯 那好了 那我曾经所看到呢 那几样东西呢 不良医药广告条例呢 药物药物那个 毒物那个定义 那个条例呢 食物的标签法呢 食物那个营养素的 所谓的声称 那个医疗效果的法例呢 医疗那个 医疗的监管的法例呢 现在看到呢 其实呢 真正真正那个目的呢 是控制和消灭呢 其他的自然的医疗工具的 嗯 那现在香港是一个很自由的社会 就是很多不同的医疗工具呢 在市场上可以自由来到 来到 推广的嘛 可以选择的嘛 那其实香港应该有足够的法例呢 是保护有些人 因为做的事是伤害了人呢 其实我应该有些法例 去惩罚这些这样的活动的嘛 我需要不需要整齐这些 这样的模糊来的法例呢 是以为在做这件事 其实最终就不是的 所以我觉得呢 最终最终的目的呢 是利用这些这样的法例呢 表面上呢 是为保障消费者 其实实践是令到 一般的消费者呢 医疗的选择权力呢 大大被剥削了的 嗯 那袁医生 其实呢 西医就说 好像有很多科学根据 那自然疗法 其实 是不是会比较难有这个科学根据呢 其实呢 它另外一个藉口呢 就是说 哎呀我们无所谓的 你有些东西 你有科学证实就可以了 对吧 西医的东西有科学根据 有科学证实的嘛 那你自然什么产品都好 我们不会说 discriminate against你们的 总之呢 你会给我们一些科学资料 那表面上来 哇很合理啊 对吧 就是有科学证实的东西 那么对消费者 就更加有保障咯 好了 大部分人不知道 背后的问题在哪里 因为今时今日呢 比如你说 有一种产品 或者是药物呢 要通过了 美国的食物药物管理局 那个关 一只药呢 起码是5亿元的 就是5亿元的 就是5亿元的 好了 那你知道了 为什么西药那些药呢 可以花这么多钱 去做这些这样的 所谓的那些研究呢 被FDA通过呢 其实很多问题的 可能我将来有机会 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那个药物 那个被批准的过程里面 完全不是我们心目中以为 是这样的 基本上呢 它批准呢 那些资料呢 是药厂供应的 药厂可以将那些 譬如做了10个研究呢 那其中呢 有5个呢 是对那些药物呢 是有 就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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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个呢 是negative呢 它可以选择的呢 只是比5个研究 positive的研究呢 是成长比FDA的 而其中negative呢 是不用说出来的 那将来都看到呢 是很大很大问题的 看这个研究 怎样设计 怎样做的 好了 5亿元 自然的医疗的工具呢 跟那些所谓的那些 有那些专利的西医药 是很不同的 因为呢 你西医药呢 你研究了之后 就是批准了之后 外面反卖呢 因为你是有个专利的嘛 那你可以将你的药物的 那个mark up 可以mark up 几百倍的 嗯 就是好像爱滋病的药呢 其实可以mark up 几百倍 几千倍的 那但是自然医疗的药物呢 就是 因为它不能够有专利的嘛 就是天然的工具 你不可以说 我将天然的植物 我拿个专利 不可以的嘛 是吧 好了 那就是变成呢 它的销售那方面呢 就不可以exclusive的 就是说 只是我可以卖的 你不可以卖的 那变成它的利润 可以弄得很高 是不是 销路可以大 还有那个利润可以弄得很高 都没有人跟它竞争的嘛 但是天然的药物 的物质呢 就是草药那些 你证实都可以有限 我当你做了很多研究 南床方面 或者实验室里面 做了很多研究 啊 证实这件事真的很好 那结果一样 结果一样 结果个人就照抄 是吧 你能够去巴西去找草药 做了公司去 我也是去找公司去做的嘛 那便当你看到呢 就是那个最后最终的利润呢 是不足够呢 那些公司呢 是做这些这样的研究呢 是满足食物药物管理局的要求的 是吧 那就是你根本就不会做 因为呢 你根本就没有 没有足够的利润的钱呢 是做这方面的研究的 那结果就 已经都没有人做了 是吧 就是那时候 你没有科学根据 不是说它 它是证实了它是有 是不够的 只不过我们没有做过 那就是说呢 我们没有办法证实它是够的 或者也没有办法证实它是不够的 我们没有嘛 没有不是代表它不行 只不过我们没有做过 这些这样的 这些所谓的 所谓的临障的研究呢 去满足FDA的要求 所以有时候说 你这个东西没有科学根据的 那是不是等于那样东西是不行呢 不是 都不是 大家知道吗 因为它没有去做 那可能做了之后就可以了 是吧 可能证实可以了 只不过它没有做而已 那就是说呢 你只能够说呢 我没有科学证实它可以 我亦没有科学根据证实它不行 那就是说这句话的时候 其实是没有意思的 是中性的 但是一般人听了之后 这些东西 自然医疗的东西是没有科学 就是没有什么科学证实的 那一般人以为 你听了这些东西 我只是以为等于不行 其实是完全不同的 我告诉你一个很有趣的 真实的案子 我们在网上 存留一些资料 就是说医治的肾病 有些人的肾虚叫做洗肾 嗯 洗肾 你知道了 洗肾不是可以 洗完了就会好 你只不过捱多几年而已 那我有一次呢 在一个场合 在食饭局里面 认识了一位医生 这个医生 原来是神科科学专家 是 那他也都很骄傲 他就 就是 筹了很多钱 就做了一间洗肾的中心 被那些付不起原价去洗肾的 比较窮的病人 他很骄傲 现在病人可以用成本价来洗肾 于是我就告诉你 你知不知道呢 坊间存留了一种 用七粒荔枝核 硬碎它之后 加一个猪腰 包住它来煲水 那第二天你喝了之后 原来呢 对很多神病都可以有帮助 那我说 既然你做这件事 那你应该试一试都好 他一口咬定 他说我们不会试 因为这个没有科学证实的 这件事我们不会试 我们不会用病人做实验的 那其实呢 我说七粒龙眼核 有什么那么大问题呢 是吧 所以不是龙眼核 是荔枝核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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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亦都叫病人去试 有时候我说 有些人要洗肾 要洗肾 我说你用一下荔枝 当然荔枝的问题 就是不是seasonal的 那现在荔枝核是很小的 那我经常说 你见到这些大核 那些你马上买了它 剥了那些肉之后 就放在雪櫃冰架 可以放很久了 那好了 坊间这个资料传了很久了 有很多人swear by it 我已经在洗肾了 我吃了一下就好了 那我想 你去筹钱 都是想帮助这些病人去洗肾 那我说呢 更加好的方法 用一种很简单的天然工具 令到他不用洗肾 那是不是更加好呢 他实际上不是这样想 他都呆了我 还没听过 他说不行 我们不可以做这件事 我们不可以找病人 原来教肾 我说 你的目的是 处理你病人的神病 是吧 你理他 洗肾也好 不用洗肾也好 用一些简单的方法 如果做得到的时候 是不是应该更加好 既然你说洗肾那么贵 他们扶不起 所以要去一些机构去筹钱 他很骗的 我筹了很多钱 令到很多人 不能支援的东西 但是我一说这件事 用天然工具 他直接耍手灵斗 考都不考虑 那我呆了 你的目的是 令到病人健康 你的目的不是 令到一些人 可以来你的中心去洗肾 这个洗肾 不是你的主要目的 主要目的 是令到他肾病好 完全不会考虑的 你也看到 现在医疗的人民室的程度 是简直是惊人的 封闭 就是简直是惊人的 好了 那你说 没有科学根据 就这样 我先解释 没有科学证实 不是代表它是 证实了是不合理 只不过 我们没有做过 所以可能做好之后 一样合理 可能会一样算 是更加好的 你也看到 第一 一致天然的工具 利润那么低 不可能花这么多钱 去做这个研究 第二 很多时候 这些科学的研究 是西药是单种的 单种物质 你可以做这些 我们叫做reductionless 就是还原科学的手法 就是你将很多的因素 还原到一个主要因素 研究这个因素 对病人有没有帮助 但自然医疗 不是这样的医疗手法 我用是整体性的 很多时候 你医病 你不可以说 用一个营养素 可以做得到 最近有一个 在加拿大 有一个很好的营养方法 是医那些情绪病的 差不多 我暂时未遇到哪个病人 用这个工具是不行的 其实是什么工具 是维他命营养素 维他命粉 为什么过去 没有人研究到这个 这个问题就是这样 过去就会认为 这个维他命我要单一去研究 第二个维他命要单一研究 你不可以几样一起研究 因为几样一起研究 你都不知道谁打谁 好了 如果事实上 要几样加在一起才行 你永远得不到这个资料 你永远得单方去研究 维他命C 或者amino acid 或者amino acid tratofen 你单一研究 对抑鬱病是没有什么大帮助的 可能你不用这个 用第二个 不是回来年 也不可以的 原来那个结论 要多几个一起用 我叫Scientific effect 你看到这种 还原式的科学观点手法 根本是不适应研究 自然医的工具 这是一个死结 好了 好了 现在很大的危机就快出现了 因为现在欧盟里面 现在是出现了 所谓的条例 将来是会应用在国际方面的 欧盟现在已经出现了几个条例 如果2012年 是希望会实行的 如果真的被它实行 我想地球人类的健康问题 是会更加严重的 好了 他们在做什么 有什么指引 现在在酝酿中 他们会将那些 维他命矿物源 由食物的分类 变为药物 如果用的分量是高的 即是说 食物里面的分量会是低的 比如维他命C产是50mg 你说我用1000mg 2000mg 这个就不是维他命 不是食物 是变为药物 知道吗 突然之间 因为药物的问题 本来一个天然的食物 由食物可以变为药物 好了 还有他们想的念头 就是说 如果一只草药 在市场 未出现过15年里面 即是未曾在市面流行15年 这些东西 一概就叫做药物 就是要受管制 好了 大家都可以看到 将来如果有人发现 这些草药 草药当然不会是新的 自然界一向都存在 他突然之间 发现某种草药 是可以医精神病的 这种草药是新的 这种发现是新的 好了 这种草药 立刻变成西药 不能当草药去用 因为还未有95年 还未有95年 即是说 将来所有新草药 都不会出现在市面 因为每天草药 可以用草药去研究 用5亿的 即是500亿的美金 去取取drug approval 那将来看到 这个简直是扼杀 一般的人 企图用天然的工具 去处理自己的健康问题 那这个就是 欧盟现在正在走这条路 如果被他成功了之后 就会很严重的 好了 其中一个条例 他2002年已经开始了 那他就将一大串的维他命抗物盐 就设定它的 maximum permitted level 即是最高的 那个用量是多少 那就是说 如果你一超过这个用量 这种维他命抗物盐 立刻成为西药 就不是当为食物的 那一成为西药 当然要医生写纸 prescribe 才可以用得 那就是可以这么说 有治疗功效的维他命 是立刻就会消灭了 那很明显 即是他一定会将这个水准 是设定很低的 低到你根本是没有疗效的 那你就可以当食物那样买了 当是他的份量 是高到某个程度有疗效 立刻就成为西药 那你可以看到这个是多荒谬 这个dose 可以变为是药和食物的分别 那样的 那也都另外一个 就是可以叫做 那个声称 那个医疗效果的声称 或健康的声称 叫做Health Claim 那方面 Nutrition and Health Claim Regulation 那这个呢 是怎样说呢 它有两类的claim 一种叫做Generic Generic 即是general claim 就是根据你食物那方面的科学的根据 就说 我可以声称这个可以医疗某种病 某种症状 另一种呢 就是叫做Preventive 就是如果说 我吃这些东西 可以预防这些病的 他就说 那些声称呢 都要他们批准 就是你要给一些科学根据 那你就做了这方面的研究 那给那个EU 那个Safety Authority 所谓安全食物安全 那个欧民食物安全的那个机构 所有的都要经过他们批准的 第二样东西 如果你说作为一种预防 哇 更加厉害了 因为你作为这个预防防 你要做那些所谓叫做Clinical Trial 要直接好像西药那样去做 那这样你可以看到 肯定这些这样的条例 会只是对那些营养产品 敲出一个死忠的 这些藉口一定会消灭它们 好了 还有一个Directive 叫Human Medicinal Product Directive 这个可以说是最严厉的 因为它会将药物 管理药物的手法 就是会包括所有其他的 就是我刚才说 凡亲能够更改身体系统功能的物质 或者饮品都叫做药 所以我们提到 好像香港已经是这样 在欧洲在外国 它有另外一个叫做营养产品補充剂 除了西药之外 西药和毒药 它另外叫做营养補充剂 将来 这个逢亲营养補充剂 都会变成西药 你知道 好像香港现在的情况 管制方面 是会更加严厉的 好了 还有一个 这个新的指引 它说 如果你的传统草药 或者治疗工具 如果在欧盟里面 就是已经应用了三十年 那就可以继续贩卖 而其中十五年 就要在欧盟里面用的 但是所有的医疗证 就是说 我这种草药可以什么 只是那些很普通的病 可以说 但是你说这些严重的病 是不准声称可以这样的 那这种情况 很明显 就会将那些 过去很多 印度草药 中国的草药 就不会进入欧盟的市场 因为你过去没出现 你到草药你不能进去 而且所有新的药物 都不能够通过这三十年的测试 所以看到 如果2012年 这些条例成立了之后 自然医药的工具 就会完全消失了 那就是说 它不用控制你 它不用说 我不承认你 你那个自然医药的医生的资历 总之我将你的手 将你的治疗工具 完全帮你拔走之后 那你能做些什么呢 你能发挥到些什么呢 那就是大部分人 今时间都不知道 这个危机存在了 那2012年 如果这些法例出现了 那我们地球人的健康 会继续一落千丈 所有的工具都应用不到 那袁医生 我们大概都对这个自然疗法 有一个更加深的认识 首先很感谢袁医生 你和我们的分享 谢谢 大爷 拜拜 你听着的是圆网台 我是《不能说的真相》主持 中原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成立于1987年 率先将自然疗法 同类疗法 和碗腸水疗 引进香港 我们提供各项整存性治疗方式 排除体内毒素 增强自身免疫系统 一切尽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电话 25773798 网址 www.natural H-E-A-L-I-N-G.com.h-k